大家好,我是蓝烟,欢迎收看蓝烟解说三国杀国战 咱们继续更新视频 我们第一盘,4399专区,FGVJHTHVJH 练了长长的一段制服,感觉绕口令 咱们作为八号位这些打加油呢 一号位,先放一个万键,出一个草皮,出个草双 这个草双选择个托广 感觉,感觉上,你要草双你托广干啥 国家,国家和草皮,应该要 要分点牌给草双,你到时候不要用不了 你用不了就是亏,你给草双指不定到时候要来什么移带牢啊 还能相互刷一下牌,死吧,狗子 当时六号位感觉上是有 就是调写的时候是有读条的,然后 咱们上讲一说一号位摸牌阶段是有技能的 应该就是周瑜和大师了,大乔 这些罪孽深重,他现在罪孽什么 这ID倒是停留 那大乔一个武果,你上来直接开两篮一万 这值得说,这L1也都被大乔一个人给玩坏了 你上来,你开什么蓝蛮,开什么万键 你就藏三个蓝蛮在手上,这个牌不很好打吗 你不,你不,你不放那个蓝蛮和万键现在国家,国家 你想一下国家和草皮现在是什么状态 那你五号位,神车,就是说三号位四号位都被草皮给翻了 草皮没来翻我们 草草,反正你不怕咋讲啊,他不来打咱们 算你极致,你神车和路讯这个牌阶是非常有问题 按道理来说,按按照一般正常情况来讲 咱们这神车一旦啊,他也不要了,反正咱们也旁统啊 刚说了,说了,说了那个事情 说了,说了牌匠这个事情,按正常一般来说 习惯性就是说三配三,四配四 针对说,神车和灯爱来讲 灯爱的话,如果你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这样,比如说国家,那就是三配三嘛 不要你把国家放在主将,灯爱放在副将,那就变质量了 如果你灯爱和局长的话,你就建议,建议说把灯爱放在副将 这里,这里,这里倒是这样了,咱们出来下牌,直接搞得为我崩盘了 因为,孙侧和陆逊,你要赶紧找,找陶才行 状态撑不起来,就是死,怎么上回合,先搞了事,然后怎么这人品 好像有点溜啊,自己自己给你来一口酒,正好自己酒上三个味 三个味,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确实是没闪 因为,前面,大乔二清了一轮闪,香香被翻了,然后草草清了一轮闪 有闪,给你闪,生侧,先把咱们这半条命给打掉了 打吧,行吧,你要直接打那,那是随便你,然后我们 接到杀人,狗爷,残喘,然后我们不要先挂刀,先挂刀干嘛,你看 你这时候没闪了吧,然后怎么还有神奇的重铸 嗯,九,九杀,我们这换怪,我们这换奇林公司想打掉他的马 这个明显属于,我们上回和知己知彼看的时候,铝布都有闪,我们不羁盘 这个非常不好,现在铝布就加一马没了,我们上回估计是想,连鲁把铝布给吐了 想多了,然后现在看样子怎么是打,要打不过,打不过归打不过 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是华月营业,没什么打不过的,没什么不可能的 然后我们续一个万键,只需要找一张输出牌,比如说杀就可以弄死他 因为我们上回和也给他贴了个之后,极致的,极致的续了一个万键,和他搏面 当然我们这个,如果你强行看万键,也有可能说,再载人爆发牌打不死 当然我们选择了最稳妥的打法 当然这个铝布施鼠也不说最稳妥的,当铝布施鼠填判也不能判定他说 他就是百分之百给乐症 咱们第二排四五却,游瓜一榴莲,我们这有一首神牌 咱们这维吾龙和凤楚,不是说有一只神牌,咱们这一只神装备,腾奖 二张上来抢手链,手链不是那么好抢的,这铝布就要来看我们这什么鬼 是不是因为说我们弃了,弃了三个二张就要,这个人不是,不是我 然后想来捆我们,要捆铝布,不是去,不是我 只能是,你去砍二张干嘛 嗯,先杀所有的人都去杀大墙了,寻寻 还热,又是热又是冰的,这个仇得多大 咱们的话倒是吃一个塔吧,都去打二张去了,这打二张的都是有队友 当然现在已经出了四个四年,按道理来说,最不应该,最不应该打大墙二张的是蜀国 咱们先开了一只无中,开个无中的话,然后贴锁全部捆了一下 咱们不捆大墙二张,因为这这么多人把大墙二张就没我们什么事了 咱们就把徐运,把徐运和那个奇妖卫给捆起来了 这里的话,吕布去砍上一家是绝对,因为上一家你可以乞讨 不比,不比小诸葛,也不比吕布,其实说吕布 吕布,吕布,吕布砍这一刀 可能有一定到,但是不一定真的砍那一刀 你爬布一出,留着就行了 嗯,杀后卫这个明显就是想看戏不想动的 应该说将比较弱,那删写不慢 那个冰确实是不好冰谁,但是杀后卫不应该弃逃,我觉得 所以说,杀后卫至少手上逃,然后咱们自己反正全部捆了 行吧,那就连吧,包括下甲也连吧,无限,还原营,接受还原营那怎么就 不去,不要再再反无限了 反正杀自己,自己也杀不住,没法玩 啊,和血沃浓风除,肯定要 要会,捆绑,捆绑,捆绑,杀自己也 这是搞法,咱们开一旦了啊,反正 已经没办法连了,在这吃桃吧,挂个家一马过呢 剩下就看黄玉英的发挥了 可以发挥,会发挥啊,发挥,会发挥,会发挥啊 嗯,啥啥分不清,黄玉英和张飞 去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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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三位 打一号位,打一号位,一个灯啊,看能不能捅死他 死的不行 抢心,抢心开了个五股封灯 其实张飞和黄玉英倒不一定 开这个五股封灯倒是可以 但不应该说去抢那个 还是习惯性抢紧啊 我当时觉得你想弄死灯啊,你就抢啥 嗯,然后又到弓箭手,准备放箭了 还有陶,还有陶的话咱们死得此刃 接着再射一顿 等一下啊,射的射的要差不多了 这各种血线都下去了 嗯,灯爱灯爱 配了个虚楚啊,咱们这个八卦有点弱 或者说太弱了,一判一个黑 咱们也躲不起了 来决斗啊,赶紧看破 嗯,再杀 嗯,有热啊 这大嘴为什么不射,对着射的得了呗 咱们赶紧一袋老下 咱们先烧一下 咱们先烧一下 既然不是杀的话 咱们就把它捣给尽了 只能留个黑啊 再杀 最后一杀的话必须得闪 不闪就跪了,路不思索啊 嗯,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属于 先无踪一下 然后先杀一刀啊 咱们先捆干嘛 你就先杀一刀啊 他如果不死啊,你再捆自己 烧自己啊 你的三张牌是足够的 咱们有一张闪啊 嗯 咱们最后是烧死了一些 但是按正常来讲的话 咱们能省牌就把牌省了 不搞 搞一种最稳妥的办法 可能对咱们上盘来讲 最后已经不重要了 咱们重要的是怎么抓了藤甲耍了一波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一盘一刀 清炭榴莲 是为玩家提供的 四号位,下火圆,下火短两兄弟 哦,一个大师开始炉了 等于把三号位和五号位这么对调一下 三金刀,换连弩啊 杀出一大桥 杀出一大桥 杀出大桥没办法 就只能炒 下架炉啊,保证大桥能动 杀死队友也不管了 杀完之后呢 结果杀死无国天敌啊 直大嘴啊 活工出一个国家 灯爱 这个国家的灯爱属于无脑 是不是有点属于那种无脑天度的 又想天度 又想 又想屯田 这是做不到的 你的牌就只有那一张 你从哪里天度和屯田同时进行 我们下架算了怎么的刀 有陆迅 有陆迅的话 我们 去看他刷一刷牌吧 还好没闲想 陆迅迅迅是配个想想更加没法玩呢 又杀了国家一刀 趁着国家被热 赶紧压他的血 老祖格 老祖格 两上关心 就基本上关不了 国家的热了 危险危得 九 刘备和 刘备猪格亮和国家开始配合了 先火工 结果咱们开始装 开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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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一下卢树 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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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大桥已经没逃了 行吧 你装就装一下 装身份是有风险的 你装身份 如果装的不好 大师移动的话 那肯定说无国的局 好就好了 咱们这一盘好像装的 收益也收益非常高呢 开个无国 然后一杀陆迅 无国全部拜拜了 无国瞬间就崩塌了 这个时候国家还是逼了大乔 因为对大乔来说 国家震恨的就是大乔了 国家啊 那你八号位还去打5 八号位是觉得咱们是暗5 所以 然后九三 行吧 你打死他 咱们就可以晾2 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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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咱们有那个 有下河盾 不怎么着打 咱们重重了铁锁 重重铁锁 然后我们去杀那个吧 去杀大乔 你愿意流离国家 就流离国家吧 反正咱们 也不怕说他流离给国家 国家本来就不怎么着打 然后国家一下可以把它全部 跑空了 现在的话 这个动画效果做的 比较比较比较严谨了 为什么 你看 这种 灯爱这种说拿天岛 锦龙的话 他会在上面写个顺手牵羊 小猪狗 看破的话 拿黑看破 他会上面写个无懈可击啊 火计啊 然后声音红亮 出入大观园的灯爱 拿那个NVP 然后咱们第四盘 第四盘 第四盘 有 一圈五股风灯 鱼洛西寒 是玩家提供的 上来 这大队是打算搞一波吗 准备方箭脱管的 三血脱管的 都不是位 这个明显的脱管就表明 你三血不慢 你不是位 要不然你脱管干嘛 你的技能 准备在想自己到底出牌还是不出牌 怎么开始钢他 给那招啥给草皮 这里的话 估计恐龙不会再射了 射了两队出了草皮 后面这时候国家的基本上不会再射了 就射下去 没有 射下去都是 打下的可能都是同盟国 啊 黄云英和刘备 每个人发一张 射那招牌给张盒 你这里也得说了 按道理大家可能出牌的时候觉得大嘴少量 我们不是 不是群 又没什么防御 可能恨死了大嘴 想 想自己出牌的时候 大嘴自知死地 但是 等真正自己出牌的时候 一发现 哇 卫国人多了 不搞不搞 大嘴呢 把大嘴量一边 大家都杀威去了 这个属于 是一种 一种 一种 就是什么 瞬息万变的局势 都不带 都不带 让你 然后我们直接 不倒无限来 开个桃园 主要是咱们和草皮 回血 那其他暗将回血的话 他们也真不一定会把他们当一回事 毕竟国家 国家回血 麦克桃 那得 得搞出多少牌排差 黄盖 黄盖和孙权 开始准备封一波了 看 最好打的肯定是张和小顺 那还是无限吧 来让他顺了 结果他还反无限 怎么桃子被顺了 看来黄盖一回亮亮些 可以弄 弄得几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草皮就不怂了 果断把烧物给翻了 还开那门 看咱们敢不敢卖了 咱们如果不想怂的话 既然被翻了 你就更加不怂了 就不给张和 因为你给张和这个牌 绝对不会浪费 杀国家 咱们反正卖了一个桃 出一个桃旧了 咱们一卖一两个桃 别人家的国家 就是流的不行 一卖两个桃 自己家的国家 就是三道家 被别的三道给堕死的 然后一卖又一个桃 结果天舵还胖一个桃 咱们卖出多少桃了 给了 给了两个给张和 然后给了一个给草皮 然后咱们自己在天舵 至少是四个桃 这里黄盖 倒是好 别人没打死 反正把自己小命 给葬送了 自己走 这个也不能使他下开黑 我估计 王子张和是强行 挑一桥 不知道想干嘛 有牌就开始任性 你应该局长还有简易码 但是局长不应该拿到个简易码说丢掉 那简易码是一张黑 那张黑色的简易码是可以 可以当兵娘用的 你这回合用不了 你还下一回合 连弩该扔就扔了 拿着连弩干嘛 你小心黄云云 拿着连弩把你们给涂了 连吧 再连 然后有没有距离 有没有距离去 可以考虑杀张和 然后酒 酒杀我们 我估计 旁统就想酒杀我们 因为我们前面一直没想 闪黄盖的 黄盖的牌 所以他觉得咱们没闪 事实上咱们是 将卖进行到底呀 不卖不舒服 这国家这不卖就不舒服 铁锁 全民大铁锁 有这个必要 这没这个必要 这火杀自己都在铁锁上 这一个决斗 看他们也没逃 然后这个牌就爆炸了 两难一万 这两难一万也不一定说非常科学 所以这一个难门 华鱼应该倒下了 既然旁统已经倒了 咱们就没必要 打个国务线 这个逃吧 这回就不杀了 因为等他出王牌之后 说 等 咱们就点位 点位出王牌之后 咱们再杀 结果他都不裂盘了 认怂了 只能说这个国家的人品 自己家 往往国家 往往说那国家那来的盘 直接哭的哭的不要不要的 然后我们最后一盘吧 三七八卷 下字 嗯 我们这一盘的话 怎么这个出剑 如果是我 我偏向于选四血的老猪格 啊我们选选菜刀 关羽和张飞 也没问题 毕竟四血这样 你就续棒 而且可以刻意调整你的手牌和装备 流红 只管跑下不断就行 嗯 咱们肯定挂装备过了 那冰凉人量 我们 自己这笔重重啊 重重 重重有一点 有一点可惜吧 但是咱们这个 如果重重的话 是 铁的心 不想量 所以咱们重重啊 还好啦 那个加一嘛 真是算不亏了 嗯 太史诗 太史诗恰少量 开始拼了 嗯 反正找找三血的忙 嗯 忙足于国家 忙足于国家之后 哎 火公强行能不能打死 也没乐不思索啊 你没乐不思索 你打那么慌干嘛 也打不死国家 也反击了 嗯 一号我也没去送太史诗的解音嘛 不知道 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叫 嗯 嗯 击刀杀人 放怪事府啊 直接九杀 果然还是 还是呃 太史诗仇生四海 这一驱火 直接 三刀打得太史诗秋桃呢 嗯 国家国家的话 还吃一个桃回来了 所以说这个太史诗 你打这么多输出 就是再打七伤圈 你把自己都打伤了 嗯 嗯 咱们的话 这只只比看一下下降了 真机 真是真机咱们就砍 砍了之后 开始 量脏飞 就要弄死真机 不让你再出牌了 再开个万键 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开一弹了啊 万键留下 那我们的话 可以开一弹了 毕竟这牌没闪 嗯 然后咱们直接量关羽 把太史诗也剁了 把太史诗也剁了 把太史诗剁了 对了就剁了吧 但是 强行卡太史诗并不好 咱们好歹你留太史诗 太史诗给你帮你烧味 嗯 又出了 又出一个我小强 去谈国家 谈国家就非常不值得了 谈国家是谈四招牌 小强你看 这五国 老喜欢这么多啊 那公警就在你身边 你也只能先走一步 还好这国家 是自己家的国家 不是别家的国家 反正 按键就能想 这按键 有可能是片牌 也有可能说是邓爱和理点 不过按道理来说 出逃就应该是真位 很多人都巴不得 都为我死了 咱们直接大侠 大侠 大侠就能想 大侠 然后我们这个打法就不好了 你这个为了杀大侠一滴血 或者说弄死大侠 太拼了 拼过头了 不过好像咱们拼过头 拼出效果了 我所谓的拼出效果就是这里 所以大侠和小强 确实是在 还骗了国家的杀杂牌 我们当时当个打法 我不推荐 就说 因为孙侧挂八卦这里 红杀 大侠流离的话 那孙侧在白摸牌 你这样啊 然后八卦给判红了 先无中生有吧 然后再一弹了 咱们先输出没那么 重的任务咱们可以开一弹了 那黄云依刷一下牌 这怎么留这个一弹了 没必要 杀吧杀吧 这杀我们 还有一弹了 正好这一弹了 还能够 先杀开一弹了 怎么一直不开一弹了 什么鬼 算了他手牌吧 算了手牌杖八拍死他 他直接投降了 行吧 两军政签不长降降 咱们一个人左看看 又看看 这吴国 吴国也好 卫国也好 就被菜刀给砍了 我们这里 能这么轻松 顺利的拿下这一局 咱们必须得感谢国家 国家和巡运 帮我们压制吴国 然后咱们这期视频 就录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